来 练习开始了 好 看我的 哟 小薛玩华 小薛玩华 这可不行啊 必须行 我跟你讲 我就爱这一套 好 过来 下一个 什么 什么 出色 出色没必要来干什么 我们公司不要 搞错了 再来 来 过来 下一个 谢谢 出来 小薛的话不要 不是清华毕业的 清华毕业的 对啊 还不错 还911的 啥呀 看不懂啊 我要你的小星星吗 我跟你讲 想面试是吧 你能在考什么清华呀 我们公司不要有同人 不是 你们公司都被网上有写 就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呀 而且我专业最好啊 我跟你讲 你人才有吗 专业有吗 我跟你讲 在这个社会上 我跟你说 人情世故很重要 你知不知道 人情世故一点眼力就都没有啊 不是不要 赶紧走 别耽误下一位的面试 来 下一个 拜拜 你有病啊 你是不是好 好难啊 你不知道吗 你们干嘛呢 你怕等我了 不是 你怎么自华 赶紧去 下次怎么着呢 你没事吧 没事 小姑娘 我在这个公司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是今天过来面试的 哦 面试的 我能看一下你的答案吗 可以啊 那你看嘛 哇 这么高的学历啊 还是学的日化专业啊 哦 我没有面试上 我就这么准备走了 没面试上 嗯 怎么回事啊 那个主管嘛 我前面那两个人就刚才给你推倒的那两个人 每个人都给他钱了 我们家里面比较困难嘛 就没有钱给他 他说我是农村的 所以说就不要了 还有这个公司 对 这样子小姑娘 我给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你是老板 对 这样子 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好吧 行行 太好了 小姑娘 嗯 你今天做的这个事情 你可要负责任的啊 老板我能负责 就是在你们那个 就是面试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啊 你们公司 我那刚才来看的时候 你们那里面是有监控的 您可以掉下监控看 对对对 我正准备这样子办的 我不敢发谎的 好 你稍等一下 你看每个人都给他钱 他都收了那一箱钱了都 你先不要急好不好 这个事情呢 交给我来处理 我们公司呢 一直都是公开公正公平的 好不好 稍等一下啊 喂 记住管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嗯 嗯 是这样子的 虽然说你落选了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面试的机会 嗯 不过呢 你要把握好啊 老板你们公司有很多 我都已经了解过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嗯 做了充分的准备是不是 对 那行 我给你出一个比较难的考题啊 嗯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产品呢 把它讲解清楚是不是啊 我们公司呢 还缺一个主播 知道吧 嗯 它呢 是这样子的 月薪是10万 明星啊 250万 这么多呢 嗯 老板我知道 这不是你们公司的一个 一款造型吗 新出的 那你给我把它的卖点 和东姐介绍一下 行 首先咱们公司不是做日化的吗 洗衣粉洗液咱们都有 对不对 而且你看咱们做了一个统招的 咱们放在卧司卫生间 是不是防潮的 不容易解架解块 这样的话就比较省心省力 有省思 对不对 哎呀 我给你讲一下这边 咱们这是新一代多功能造成 多效趋制 一勺提示 而且咱们是有流香猪的 它是洗衣粉和洗液的升级版 打开之后呢 咱们里面是奶白色的看到了吗 咱们里面有一个大壳顶的 看到这是什么 这个是咱刚才我说的流香猪 它可以使咱喜欢的衣服 蓬缩柔软 持有又流香 可以达到七三个小时 咱们连消息都省了吗 多效巨质 就是咱们里面一看 它里面有一些彩色的小颗粒 它是顺便的回头分解因子 提示咱们衣服啊 有一些油质买字 姨妈的烧烤字 袖口领口 有一些顽固服都洗不掉了 都可以拿来洗 而且咱们家这款装品呢 它是一个植物具体的 温可的一个配方 机洗不上衣 手洗不上手 喜欢合一的 家里面的长担 背罩小白鞋 衣服 裤子 袜子 内衣 内裤 大人的衣服 小人的衣服 比较能水洗的 咱们都是可以洗的 刚才我也说了 咱们一勺几四勺 对不对 就打个平衡说 咱们平时在家里面洗一洗衣衣服 需要四勺的漂亮 用咱们家洗衣服 一勺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的自己加倍浓缩型 比较耐用吧 就是说咱们一桶 可以顶四桶来用 而且你看咱们这边 咱们里面放点花花草草 小孩的环境 放个松霸盒 如果家里面有烟奶的话 咱们放点 他们喜欢腌个咸牙袋 腌个咸菜 是不是 而且咱们有盖子 一碰一好 就不怕容易被猫狗给叼走 对不对 咱们说了是两个贵个 五金装跟十金装 但老板 我还没有看到价格 贵不贵呀 不会呀 现在不是马赛也过年的吗 其实算才都比较多 我们的五金装呢 只要二十多块钱 十金装的 才只要三十多块钱呢 老板 五金装咱们二十多块钱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十金装 我有算我 从咱们第一道呼吸 到最后一道呼吸 接着咱们打包呀 人工快递 十金装咱们挣不到钱了呀 这个没关系的 主要是给家人们 带点好处嘛 是不是 我也多香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家里面 不用想买 去哪里买啊 简单呀 现在都是网络时代的嘛 让他们点头像 进直播间 像这一大桶 还给大家包油 那可以呀老板 我觉得咱们这个喜本 一定可以报的 那你这回公司干什么呀 老板 是这样子的 你作为咱们公司的面试官 也是HL对不对 我们公司的面试标准是什么 就是学历高 然后人品好 然后就是能力强 学历高 人品好 能力强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我先给你讲一下 刚才我在外面摔倒了 是这个小姑娘把我扶起来的 老板你摔是一回事吧 你看这个 我跟你讲老板 你说她是吧 她的话 我跟你讲 她龙孙的 龙孙的在进咱们大公司 咱们是世界500强的公司 那不得把公司的空气污染了呀 我跟你说 说话注意点啊 你要是不说农村的 今天这个事情我还能放你一码 你说了农村的 我来给你捋一捋 听清楚了 来你看一下 小姑娘刚刚大学毕业 而且还是个高彩生 农村人培养一个大学生 你知道有多么不容易吗 几代人面炒黄土 背炒天的 省吃俭用 一口粮食 一口粮食的 才供出这么一个大学生 而且她呀 我看了一下 她的地区还是一个山区 对不对 有可能她整个村里的人 来接级她读完这个大学的 可是呢 刚读完书 准备用她的知识 来回馈社会 回馈家里的父老乡亲 结果遇到你这么个主板 看一下 看啥呀 你看一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你的犯罪证据 一个小小的职位 暗藏苛扣 以权模式 你这是独子罪 知道吗 我知道 下次就是不会这样做了 还想有下次 马上去财务 截弃你的公司 立马走人 否则我就报警 让你进去踩疯纫机 出去 你给我等着你 老板 您录取我吗 是这样子的 第一 让你在我们公司受了委屈 我要先向你道歉 对不起 老板 这个不贵 你是你们那个主管 还有啊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呢 是不是 我们公司是非常欢迎你的 这个主播的位置呢 我愿意交给你 老板 你录取我的话 是那个主管 会不会给我穿小鞋呀 他都被我开除了 开除了 谢谢老板 我愿意老板 好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